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 星期一发表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 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霸权 肆无忌惮地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监听 这种行为的实质早已超出了反恐的需要 显示出其为了利益完全不讲道义的丑陋的一面 这份报告的发表距离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军人 对美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报告还说美国多年来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网络进攻 并把中国领导人和华为公司列为目标 报告的发表似乎在告诉美国 美国并没有占领道义高度来指责中国 中国媒体则明确指出美国在贼喊捉贼 不过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敦 泄露美国大规模的冷静计划之后 奥巴马政府似乎一直在接力地解释 美国的间谍活动更合乎道义 更符合外交种则 强调美国以国家安全和战略为民意进行的监控 与其他国家为了经济利益进行的监控不同 美国不会向这些公司提供情报使得企业获利 在市场上赢得优势或是改善盈利状况 这样的活动这个国家是不会做的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 美国国内的法律也禁止美国政府这么做 这个是一个文化问题 也是结构问题 也是价值观的一些问题 美国是没有国营企业 没有国际巨头的 所以在美国的法律之下 就是万一美国是偷窃了中国的什么商业方面的一个紧密 在美国的法律之下 因为政府不能天探任何一个某一个行业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是有关中国的一个新的汽车的这些情报 我到底要给美国的哪一个汽车制造商 我做出这个决定就是说 我有一些偏见 这个在美国国内的法律之下 这个是非法的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本菲茨杰拉德认为 美国起诉中国军人体现了 美国与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他们的经济健康和商业活动 以及国家安全之间有着紧密的多的关系 然而在美国或者欧洲的环境下 我们把这些视为单独的活动 中国并不是唯一窃取外国机密 以增加本国经济或者是公司实力的国家 法国和以色列都有过这样的行为 VOA卫士 斯洋 任宇洋 华盛顿报道